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其实我又有事想要 咨询一下你的意境了 工作又遇到难处了 其实是情感上的事情 那我恐怕无能为力了 你先听我说 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男人 对其他人都非常严格 严格到变态的程度 但他唯独对一个女生挺好的 特别宽容 你觉得那个男人 是喜欢那个女生吗 不过他对另一个女生也挺好的 有一次怕出危险还救了他 建议你离他远一点 为什么 脚踩两只船 这种人不值得 你的意思是 他可能是个渣男 小杜 你说 我在呢 什么是渣男 我正有渣男语录五十条 你看看自己是哪种渣男 我很喜欢你 但我不想谈恋爱 你很好 我不配 忘了我爸下一位 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 她只是我的朋友 我不能有女性朋友吗 其实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我不想耽误你 你值得更好的 是的 谢谢你 我会注意的 不早了 晚安 小赌 我在呢 我刚才只是问你 什么是渣男 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 好了 你不用回来 你不用回来 你不用回来